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 上海明确提出了 未来五年上海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底线 在大气水土壤等关键领域 加大治理力度严格执法 那么如何标本监制 如何努力达到市民的期望 今天的我的2020十三五规划大讨论系列报道 一起来听听市民的呼声与建议 监管人员的努力与目标 我希望将来企业能够提高手法意识 废弃不再无组织排放 污水不再直排河道 就这种高污染的企业 尽量就是能控制一些 以法律的标准区域来控制它 就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空气 更好的水 空气和水是公众最关心的环境问题 秋冬频繁的污染 身边河道的黑臭 让人们倍感无奈 如何清洁空气 是环保局十三五计划明确 上海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 将突出源头防控和结构调整 到2017年 PM2.5年均值会比2013年降低20% 监测预警机制也将更为完善和细化 包括我们现在交通站的进一步的完善 超级站的那个多药素的因子 以及跟臭氧有关联的光化学烟雾网的完善 和PM2.5有关联的呢 国家会进一步在我们上海开展 就是那个PM2.5的化学组分网的全面的设定和完善 水环境治理方面 十三五期间上海江建成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金泽水库 同时全面加强河道治理 在那个2017年基本消除建成区的一个黑臭水体 到2020年呢消除这个这个略物略的这个水体嘛 所以我想就是到2020年啊 市民如果出门啊 应该在身边应该能看到是水清 那个暗氯水中的一些植物啊 动物啊就会慢慢的那个恢复过来 会有可能是吧 对对对 相比看得见的空气水污染 我们脚下的土壤也在受到重金属 挥发性有机物等的污染 初步统计 上海至少有一万个以上的工业企业搬迁地块 留下污染场地 生活垃圾堆厂 期待整治修复 十三五期间 市环保局将首先部署排查 对土壤污染地块形成一份清单名录 上海大大小小工业企业有五万多个 你包括了像化工啊 医药啊 农药啊 历史的电镀啊 这种企业 那么这个遗留的场地 可能会导致土壤 地下水的一个潜在污染 一一排查清楚 到最后形成一个建立一个排查的场地 一个清单 像宝山的南大地区 普陀的一个陶浦工业区 未来的话可能高华地区啊 五金工业区啊 五松工业区啊 还有一些金山 阿公区啊 这些原来历史的一些 大型的一些工业区 作为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专项之一 上海将投资一千亿元 治理土壤污染 争取到2020年 新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 有序展开治理 记者韩琼 沈操报道